大家好,欢迎来到酷斗数据科学为大家带来的如何开发微信职能机器人以及如何集成深度人工智能应用的第四讲 自然语言识别的第二部分关于情感分析 我是来自酷斗数据科学的Sam 好,第一步还是我们来到Github 我们会今天讲第四讲,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二部分 语意和情感分析 然后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了一些语音合成和语音的识别 然后接下去我们今天会讲一讲对于微信当中的一些消息文字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语意情感分析 它到底是皮包意还是贬义,对啊,情感强烈的程度 然后我们会讲消息文字当中名称实体的一个识别 它有很多名词,然后专用名词 我们会对它进行识别标注出来 接下去呢,那个消息文字当中它有一句一句的语句 然后每句语句它到底是贬义还是薄义 接下去呢,就是对于诊断这一个消息 我们是贬义还是薄义 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可选性的一个叫语句的一个语法的分析 这个当中就比如说借词、负词、名词、然后状语、定语、补语 然后每个词语它在整个句子和整篇那个消息文字当中 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语法分析方面 这个是比较深入的特别的 好,还是老样子 我们第一步会做一个演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语义情感分析 在微信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它是怎样使用的 好,我会把那个右下角的图像切换去 切换去微信的屏幕 好,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我们的机器人裤斗培料妹已经登录了 他有好友白黑就是我 然后白黑呢,现在要给这个机器人发一段文字 是关于最近的AlphaGo和柯杰的一个对战的一个文字 第一场 然后我们看到发送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文字 白黑呢,给酷斗培料妹发了一条消息说 在23日的首轮比赛中 AlphaGo以四分之一子半幕的优势 击败了世界第一人为其一首科捷第一局 赢得了比赛后,第二局 然后DeepMind在赛后分析解读了背后的技术 然后科捷本人在微博表示了自己的震惊 一共有三句话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 他做了一个自然语言处理 并且分析了一个结果 然后看,放大一下看 他说主要是分三部分他的恢复 第一部分呢,他对于一个整篇的这个消息 他做了一个情感分析 他的保贬程度是0.4 鱼彩累积呢,是1.4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接下去的内容当中讲解 是什么样的意思 然后他的语种也自动识别出来了 是ZH中文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他进行了一个每句语句的一个情感分析 他第一句语句说在23日的首轮比赛 然后他的一个保贬程度呢,是0.5 鱼彩积累了,是0.5 然后保贬程度呢,它是一个数值 是从负一到正一的一个连续的时数 然后负一呢,代表极度的贬义 正一呢,代表极度的保义 所以0.5呢,在这边呢,就是相对比较保义的意思 好,接下去有语句二,它有一个保贬程度 然后一个语彩积累 然后语句三,它也有一个保贬程度 和一个语彩的积累 这个是第二部分语句层面的一个分析 然后第三部分呢,它做了一个叫实体的一个检测 Name Entity Detection 就是一个名称实体的一个检测 它检测到了这段文章当中 有AlphaGo,它实体内边呢 它也检测出来说这个是位置 重要程度,它有一个数值 是一个0到1的一个数值 然后如果这个名称实体 它在维基百科上面有一条词条条目的话 它也会给你这个外部的链接 你可以点击进去看 然后它会转去维基百科的AlphaGo的一个页 大家能看到,对吧 然后我们再回来 好,实体 然后我们第二个实体呢 检测到了一个叫手轮比赛 它实体类别呢是其他 它有一个重要程度 这个重要程度的排练呢 是一个降续的排练 最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检测出来 任何最重要的一个名称实体呢 会排在最前面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其他优势 然后世界 它的一个实体类别呢 是location 是一个地点 地方 它有一个重要程度 人类维基手 它检测出来这个实体的类别 是个person 是一个人 好嘛 还有其他其他的一些 可以看一下 好,检测出科捷的名字 科捷 它在维基百科里也会有个链接 就是科捷 然后还有其他的 它DeepMine 是开发AlphaGo的那个人工智能公司 好 还有其他 最后一个 它检测出了实体 最后一个是微博 好嘛 我们看一下 这样就是一个从白黑发了一段文字 然后机器人 互动可量妹进行的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好的 接下去我们就要开始讲解一下具体的基础实现了 老样子 我们先回到Github的这个repository 好的 我们来到Github这个repository 好 我们今天讲解的是第四课 然后呢 我们还是使用云平台 我们会去 云平台的Compute Engine 我已经打开了 然后你会启动Google Data Lab 好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进入这个Workshop的Vlog folder 我们现在Workshop的Vlog folder 然后再进入这个WeChat tool 好,来到了WeChat tool 就打开第四课 我们已经打开了第四课 好的 这个就是第四课 我们今天要讲的 好 消息文字 我们会先讲消息文字的实体 实体的识别 然后语句的情感分析 然后再整篇文字的情感分析 最后做一个语法分析 好,我们就开始运行了 好,我们先 说我们是在云平台运行 然后接下去呢 那这次我们会用到的那个API呢 是叫Google Natural Language API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 好,接下去呢 我们就开始导入一些功能的库 好,再运行 好,功能的库运行完了之后 接下去我们需要拿到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API 我们需要用这个接口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密钥,钥匙 这个东西呢 我们已经获得了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来到第二课 第二课当中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是说如何获取这个API的key 好,我现在呢 就是说把这个key呢 储存在了一个叫API key 到txt这个file下面 就我藏在这个里面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 所以是需要保密 然后大家如果拿到你自己的key的话呢 你只要把这两行注释掉 Ctrl-注释掉 然后这条把它恢复出来 把你那条key 放去这边 复制好 你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不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看第二课 参考第二课 包括 如果你没有最新的这个第四课的这个教程的话 对吧 你还是需要用一个叫gitbook的命令去同步和下载 把最新的这一个课件 把notebook从github上面下载下来 这个具体的操作呢 在第二课里面也是有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第二课 如何使用 这个gitpool 在Vlog下面gitpool这个文件来进行更新你本地的这些课件 notebook好吗 所以这边我呢 已经是导入了我自己的一个API的key 下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在调用的一个叫natural language API 它是什么呢 那我们定一个NLP services 它使用了一个build 它这个关键词呢是language 然后现在我们用的是Version1 beta2 是一个最新的一个API的版本 然后我要提供给它我这个API key 然后你呢会提供你自己的那个API key 好吗 运送这个 下面那一个呢 多媒体的二进制的一个base码的转换 这个在图像识别和语音处理当中是会有使用到 但这个呢其实我们没有用 你可以运行也可以不运行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运行 它会运行 好接下去呢会有一些接口参数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第一 二课第三课我们会有讲到一个image的处理 然后translation的一些参数 然后speech recognition语音处理的一些参数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特地用的是一个叫自然语言处理 它有一些参数在这边 这些是参数是什么呢 一共有四个 它其实呢是四个flap是个标志 就是说它 就是说这个 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接口API呢 它有提供四种功能 它提供的四种功能 如果你想每样功能都要它 运行的话 那你就全部放成叫true 那它就会运行四种功能 那我看一下这里有哪四种功能 第一种呢叫extract document sentiment 它就是做一个情感分析 它会对语句和整篇文档进行一个情感的分析 然后它会运行处理结果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不要它进行一个叫extract entity 就是说消息文字当中对于一些名字实体的一个识别 name entity detection 你要不要它进行这项工作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标志设置成true的话 那它就会返回 它会处理 并且返回这些消息文字当中识别出来的名称实体 然后其他接下去是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识别出来的名称实体 它的那个每个名字 在语言上面这个消息当中 它对它是到底是贬义还是保译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功能 是V1 beta2的这个API的新功能 但是呢中文现在不支持 如果你是使用英语的一段文字的话 它是可以支持的 它比如说识别出来是alpha gold 全部天都是英语的 然后alpha gold到底是对它进行一个肯定保译呢 还是对它进行一个贬义的意思 但是中文呢是不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先设成false 最下面的一个呢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对这段文字进行语法分析 我们先放在true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会怎么样进行语法分析 我们就运行 接下去呢就是我们开始真正的调用 调用的它其实是一个rest for API 然后这边我会定义一个叫 cudos data NLP 我给它的一些参数呢就是说 这个整个文本要给它 接下去上面的提到的四个标记 四个一二三四四个标记 你要它是不是四样都要处理 然后excuse me 然后这边定义的就是真正的request 它的当中的一个body 文本就说 text放在这边 放在content的地方 接下去呢有四个flag 一二三四四个标志 你要不要它进行四种处理 然后接下去都是standard的 然后它就会把最后的结果放在这个response里面 它就跑完了 它就把结果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返回这样一个很长串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定义怎么样调用这个NLP的这个 这个API 通过在这个命令来调用的 好我们运行它 好这个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接下去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测试一下 就在这边测试一下 有一段英文文本 有一段中文文本 我们今天呢就用中文文本来进行测试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运行再运行一次 你用英语来运行也是可以 然后在运行英语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把上面的这一个flag 设置成tru 你可以看一下它可以对每个识别出来名称实体 进行一个清单的分析 好我们现在先看中文 作为酷豆数据科学的顾问和培训师 Sam 顾白A 善于擅长联络社群和教育资源 这是第一句 然后促进各大公司组织 使用先进的数据科学 然后 机器学习云计算来获取数据洞见 这是第二句 接激励下一代 员工智能好者和领导者 这是一段文本 然后我们把这段文本叫Tax for NLP 放去我们之前定义的那个叫 Kudos Data NLP 那他就会获得这个展规的结果 我们就要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运行结束了 他说Completed NLP Analysis API 就和我们做完了 下去我们就运行 可以看一下这个Response 它是一个Json Format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Hierarchical的层次型的一个结果 它把很多内容都返回了包括语句的整篇文章的一个情感的分析 语句的分析全部都放在里面 但是比较难看懂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去呢 要做一个格式的处理 格式处理 格式处理呢 就说 消息文字中名字 名称实体的一个识别 这个名称实体呢 它是在这个叫Response Entity下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运行一下Response Entity 然后做了一个格式化 让它显示的更舒服一点 就是说它识别出来呢 你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来 第一个实体呢 叫互动数据科学 然后它的类别呢 是Other 然后重要程度 是最重要的是 在这段当中是0.219 然后它找出 哦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条目 Vidipedia条目叫Data Science 可以去看一下 直接点击的话 它就来到了Data Science 这个条目 然后如果你要看中文的话 你就可以 啊 选择中文 就说数据科学 这个是它查出来 对于这个名称实体 互动数据科学 它认为 我有一个相关的条目 可以 啊 可以被refer 被参考 然后它就会显示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顾问 它是一个person 它是一个人 顾问通常是一个人 然后实体三呢 是CM固 它也认为比较重要 这是前三个最重要的 就CM固 是互动数据科学的顾问 嗯 make sense 确实是这样 在整个一段当中 它是一个讲CM固 我自己啊 是作为一个数据科学的一个顾问 和一个培训士啊 这是啊 make sense 下来 下来去我的一个尼称 微信的尼称 数据科学 语言计算 社区 因 下来去公司组织 这是它一共识别出了13个实体 好 这个是实体 最细的一层 下来我们看看对消息文字当中语句的一个情感分析的一个结果 那个语句情感分析的结果 它在response sentence这个key下面 然后看一下 一共有三句 它应该会显示出三句 好 他说第一句 作为blah blah blah 它的一个保贬程度呢 是0.8 语彩积累是0.8 第二句呢 是保贬程度0.9 就是说非常保义 就是说组织使用先进的像这些先进的词都是相对来说是很保义 对吧 然后第一句呢擅长之类的这项词都是很保义 第三句呢 是激励下一代人工智能暗号者和领导者 这句话相对来说保义程度比较低啊 接近于一句乘数句就是在讲一个事实 好吗 这三句 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那个保贬程度和鱼彩累积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以看到在这边 保贬程度呢 它叫一个sentiment score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从负一到正一的一个连续的时数 然后越是正一的话 越接近正一它越表示它是保义多 然后越接近负一它越贬义多 如果它是0的话那就表示中心没有保贬 然后接下去有个叫magnitude 它是一个叫余彩累积 余彩累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保义词 就是词语的一个语色彩 它如果这个词形容词啊或者动词啊 它可能带有强烈的情感 然后它那个情感可能是保义也可能是贬义 所以它不管是保义也好贬义也好 它全部都把这个认为 这样的语词语是带有余彩的感情色彩 所以它会把它累积叠加起来 所以它这个数值呢 是一个从0到正无穷大的一个数值 它也没有做过normalization也没有做过归一化 就是说你这个段文字当中出现很多贬义的词 出现很多保义的词 那它的总的余彩的积累感情色彩就会非常的高 这边下面有几个例子 它是sentiment和一个sample value 假如说我们的那个保贬程度是0.8 它的那个magnitude的鱼彩积累呢是3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保义 因为它的保贬程度高 然后整篇文章当中鱼彩也是很充沛 如果呢它的保贬程度是一个-0.6 那它的鱼彩积累是4 那就表明是它非常强烈的一个贬义 下去呢它有一个脚保贬程度 如果是假如说是0.1接近0左右 然后鱼彩积累呢是0 那就说明这个段文字当中 它那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基本没有 没有 然后呢它的那个保贬程度呢也接近于0 那它就是中性 就是不带有保义和贬义 然后最下面呢一个是比较tricky的 它说保贬程度呢是0接近 但它鱼彩积累非常高 这个是说明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它里面又有保又有贬 就保贬参半 那它就是一个混合型 那对于这类的语句和文字段落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更进一步的层面 就是说对于每句语句来说 它的保贬程度是怎样 可能有些语句它非常保义 有些语句它非常贬义 然后再接下去更深入一层的话 在某些语句当中 它某些名称实体 它到底对它是贬义还是保义 比如说是有一段评论 关于使用移动电话的一个评测的文章 它最后保贬程度是0余彩积累是0.4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它比如说它里面会讲到有iPhone 会讲到有Android Phone 有些词语可能是说 iPhone是非常好 然后Android Phone它说是非常的不好 打个比方 那最后接下去它整个整篇文章 它就会变成一个混合型 就是说它又有保又有贬 但它对什么是保义 对什么是贬义呢 那就需要通过对于名称实体的识别 然后来考察它到底是对于什么保什么贬义 好吗 这个就是保贬程度和余彩积累的一个介绍 它的含义在这边 好了我们前面看到了语句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分析 我们现在看一下整篇文章的一个分析 对于诊断这段消息来说的话 我们的保贬程度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保义的0.6 然后它余彩积累的12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其实是这么算出来的 你有三句话 好 保贬程度呢 它对它做了一个平均 然后对于余彩积累呢 它其实是一个叠加的 所以它加出来的数字 进行四折五入之后 其实就是0.6合 好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余法分析 余法分析呢 它是在response token里面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格式化 让它显示出来更舒服一点 那就说作为裤斗数据科学 然后作为呢 它下面有一个叫 pod of speech的一个分析 就是它到底这个作为 在整个一句句子里面 它做什么样的语言成分 主卫兵 叮叮撞笃 然后借词各种各样的 它在pod of speech里面 然后dependency edge呢 它会讲到 这一个词语 它有没有修饰某一个词 它 它指代的是哪一个词 那这些就是非常就是在语意层面的一个分析 嗯 自然语言处理 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使用的话 你可以在微信里面使用 这个是对于那个理解文章的一个语意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智能的分析是有帮助的 好吗 接下去就是这样 它会对每一个词进行一个一个语法分析 好我们到最后 最后好 其实我们这个demo呢就结束了 demo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要看它怎么样在微信里运行 那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在微信当中的一个输出 的一个格式化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输出的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呢 它就是为了在微信的文本返回的时候呢 就好看一点 好吗 就是好看一点 接下去我们就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 假如说微信接受到了上面固瞻的那一段 啊 cm固的那一段文字介绍的话 它在微信当中返回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它会返回少NLP自然语言处理 接下去第一部分就是整篇消息 它会跟你说保贬值得多少 然后语句的一个一个结果的返回 再接下去它识别出来实体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了在微信当中回复的那一段文本 然后我把那个 语法分析那一段啊 不输出啊 suppress 那如果大家需要显示语法分析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显示语法分析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把语法分析都显示出来 看到这边的语法分析都全部都被显示 并且可以在微信当中输出和显示 我现在有点多了 那我们还是暂时不显示它 好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定义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小程序 下去呢我们还是老样子 微信扫码 好 开始扫码 那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 然后这个QR Code呢已经下载完了 在这个地方 它会在这个地方 要把它拿出 然后对着它扫一个码 好的 那这边接下去就是进行登录 那登录完了 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它已经登录 苦豆沛了 没 好吗 接下去呢 我们是把我的nick name提取出来 然后在单量模式下面我们定义一个message register 说我们收到信息和一些sharing之类的 我们就做什么呢 我们把message的content 放去这个text for NLP 然后接下去我们调用这个NLP 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小功能 kudos data NLP 然后把这个段文本放进去 然后四个处理的功能 然后它就会把结果放去NLP response 然后在NLP response之后呢 我们调用了一个显示 把那些response很复杂的一个json format 把它格式化一下 然后比较好的作为一个文本可以回复 然后我们会放去这个NLP reply 接下去我们会在这个python的notebook程序里面显示一下 纯粹是为了debug 大家看一下 然后接下去它会return这个NLP reply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继续再调用那个it chat的那个微信的接口 把这段文本返回去微信里面 大家就能看到 然后在群量模式下面也是一样 如果你说group chat是true的话 如果你at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话 它也会也会也会进行处理 好吗 这边也是运轻一下 好大家请看右下角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也是登录了 然后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在群里at这个机器人 好吗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群叫酷豆培料妹UATS 我们在这个群当中白黑呢会at这个机器人一段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OK好 我们先看一下白黑给他at的什么文字 他说酷豆培料妹小山一个人很勤奋工作很卖力 在实习的时候还是很突出的一个 第二句 而相反的是阿诚 在实习的时候表现很一般 但没有想到实习结束后 最终留下来的只有阿诚 我们几个都被淘汰掉 分别进了其他公司 有三句话 我们能够看到第一句呢 我们觉得会比较薄义 第二句呢是表现很一般 应该相对比较贬义 第三句呢就是一句陈述型 我们看一下酷豆培料妹这个机器人回复的是怎么样 自然语言处理结果 整篇消息他的语种是中文 保贬程度0.1 保贬参半 语彩累积反而相对比较高 那就说明他应该是个保贬参半的一个 一段文字 然后我们看一下语句异 小山很勤奋 保贬程度0.6相对比较保易 鱼彩积累也是0.6 第二呢而相反的是 阿诚表现很一般 他的一个保贬程度是-0.2 相对就是低于0的就是贬义了 但最终没有想到的 第三句就是保贬程度是0 然后鱼彩积累是0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性的 情绪饱满的词在里面 好接下去我们有个实体检测 然后小山 这边虽然是个人名 但他认为是一个location 是个地点 然后工作 然后阿诚 但是从重要性从高到低 比如说Top3的你会看到 小山阿诚两个人工作 讨论他们工作的情况 还有工作表现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公司 所以这些他是识别出来的一些内容 好吗 然后一共有五个实体被识别出来 好 在程序之中呢 你也能够看得到 这边有 首先是完成了这NLP分析的一个调用 然后接下去呢 他也在这边显示出了他的一个结果 然后整篇消息的语众 然后语句的一个分析 接下去一个实体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阿诚呢 是另外一个链接 去外面 好的 好的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讲完了这个第四课自然语言处理 关于语义和一个情感的分析 消息文字中称实体的一个识别 然后消息文字中的语句的一个情感的分析 然后整篇文章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分析 然后一个语法的分析 语法的分析 好吗 如果大家希望使用英语 对英语进行分析的话 他不光可以对语句进行一个情感的分析 他还可以对识别出来的每一个实体进行一个情感的分析 这方面的工作呢 这方面的工作呢 我们就留给大家课后去完成了 好吗 下一刻呢 我会讲一个视频识别和处理 然后如何识别一些视频消息当中的名字 然后视频消息当中的场景 场景的切换 然后还如何直接搜索视频当中的一个内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门课程 我是来自酷豆数据科学的Sam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拜拜